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京东的股市狂蟹 因为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的股份出售决定 如同重磅炸弹般冲击了市场 京东的股价在香港暴跌10% 这让投资者不禁开始担心 京东的未来能否承受这一巨变 沃尔玛此举似乎是在为自身的资本配置 做出更加明确的战略调整 但这对于京东而言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而在美国市场方面 华尔街的连胜记录也遭遇了考验 标准普尔500指数小幅下跌 英伟达等科技股的表现不佳 使得整体市场情绪受到影响 随着联邦储备主席即将发表的演讲 市场的焦点再次回到了利率政策上 这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经济走向 成为了投资者们密切关注的热点 在这样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未来的局势仍然充满变数 京东是否能够在沃尔玛撤资的阴影下 找到新的增长点 华尔街的多重挑战又将如何影响整体市场的走势 这些都将成为我们接下来深入探讨的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的节目将重点关注两则 与股市动态相关的重要新闻 分别来自CNBC和悉尼晨报 首先我们来看京东与沃尔玛之间的动态 最近京东在香港市场上经历了10%的大幅下跌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沃尔玛宣布将出售其在京东的股份 此消息如同重磅炸弹迅速引起了市场的剧烈反应 沃尔玛在与CNBC的采访中解释 该公司出售股份的决定是出于专注其在中国市场的战略考量 尤其是沃尔玛中国及山姆会员商店的发展 沃尔玛强调 尽管他们选择出售股份 但过去八年中与京东的合作关系仍旧强大 不会完全终止 这种表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担忧 但投资者们仍对此感到不安 尤其是沃尔玛已持有京东9.4%的普通股 超过2.89亿股的股份为京东的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历史上 沃尔玛与京东的合作始于2016年 当时双方建立了战略联盟 沃尔玛通过购买京东股份增强了在中国电商市场的布局 如今 随着沃尔玛的撤资 投资者们开始担忧 京东在没有沃尔玛支援的情况下 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其市场地位和增长势头 许多分析师的观点对京东的未来并不乐观 然而京东的强大物流体系和客户基础曾多次筑齐逆风翻盘 因此未来的走向仍需观察 京东当前的挑战同时也被视为重新定义自身发展战略的机会 市场上有声音认为 京东应该加强与其他国际品牌的合作 挖掘更多的商业模式 甚至可能拓展海外市场 以寻求新的增长点 这一转变 不仅能帮助京东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商市场中生存下来 甚至可能为其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与此同时 另一则来自悉尼晨报的消息 则聚焦在全球市场的波动上 最近的数据显示 华尔街经历了连续8天的上涨后 终于迎来了调整期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 均出现下滑 尤其是英伟达的股价下跌了2.1% 成为市场下调的主要因素 英伟达作为一家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 颇具影响力的公司 其股价波动 直接反映了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敏感度 和不安情绪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股市也受到影响 ASX指数下滑0.6% 在行业表现上 科技股却表现出色 YSTAC Global的股价上涨了15.2% 报告显示 其收入增长28% 突破了10亿美元的大关 这表明 在整体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 部分公司仍然能够实现良好的业绩 美国市场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 是高利率对经济的压力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为了控制通胀而提高利率 这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经济增长 即将举行的捷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 可能会成为市场的另一个关注点 市场普遍预期 联邦储备将在下月开始降息 尽管前景未明 但从历史来看 市场的最佳和最差表现 通常是聚集在一起的 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或市场下行期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的情绪往往会加剧市场波动 导致不必要的恐慌抛售 总的来看 京东与沃尔玛的股份变动 不仅影响了相关公司的股价 也折射出市场对于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脆弱性 随着电商市场竞争的加剧 商家需不断调整战略 以适应市场变化 而华尔街的波动则提醒我们 市场的韧性和脆弱性 同样是相辅相成的 投资者在面对市场动荡时 需保持冷静 关注基本面 谨慎决策 未来的市场将充满挑战 但同时也潜藏着机遇 如何选择投资方向 将成为每位投资者的关键考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沃尔玛出售京东股份的消息 无疑是一个震撼市场的事件 然而 这也可以被视为京东独立发展的一个机会 回顾京东过去的成长历程 从2016年开始与沃尔玛合作 京东受益于沃尔玛的资金和资源 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然而 持续的依赖可能会限制京东的创新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 正如历史上所见 很多公司在与大企业合作后 选择了独立发展 最终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因此 这次股权的变更未必是坏事 楚天书的观点固然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沃尔玛的撤资 对京东造成的直接影响 股价的暴跌显示出市场对京东未来的不安 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 毕竟 沃尔玛在京东的股权 不仅是资金的支持 更是品牌背书 没有了这个护身符 京东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 这就像一个没有保护伞的小孩 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谁会不害怕呢 但我们也要看到 股市的反应未必意味着 京东的实际情况会变得糟糕 市场情绪往往是多变的 而京东过去的成功经验体现了 其强大的供应链和物流体系 正如孙子兵法中所提到的 兵者 鬼道也 真正的战略在于如何应对变局 而不是因为短期的市场反应而恐慌 京东有能力重新找寻合作伙伴 甚至开拓国际市场 这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 楚天书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的残酷 京东的股价下跌 不仅影响了其市值 也让投资者对其未来的增长潜力 产生了怀疑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变化是唯一的不变 市场顺息万变 而京东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 必须重新考虑其商业模式 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沃尔玛撤资的影响 京东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的确,挑战与机遇并存 京东在过去的几年中 不仅仅依赖沃尔玛的支持 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其最新的财报 京东在用户增长和物流效率方面都持续提升 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 或许沃尔玛的撤资 此反而能促使京东更加专注于内部创新 进一步提升其整体运营效率 或许这是一个走出舒适区 迎接新挑战的机会 然而,楚天书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京东面对的不仅仅是沃尔玛的撤资 还有来自阿里巴巴 拼多多等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 这就像是两个古代战国的国军 失去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后 独自面对敌军的进攻 能否够扭转战局 还需拭目以待 市场不会给予京东太多的时间 因为商业世界从来都是优胜劣汰 唯有迅速应对才能生存下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